各位,這裡有一個益字題 叫大家猜猜一個號碼鎖過三個號碼是什麼 下面給大家一些條件 246一個號碼正確位置都正確 258一個號碼正確位置就不正確 2兩個號碼正確位置就不正確 174沒有一個號碼正確 最後一個是419一個號碼正確位置就不正確 所以我就會用 我先選一個筆 用粗一點的筆 我就會選這個資料 174沒有一個號碼正確 1不是,4也不是,4不是 另外就是177沒有7 即是我們知道狗一定正確 狗正確,狗的位置不正確 狗沒有別的東西 只有這裡出現,所以這個狗是正確的 然後,這裡一個位置就正確 位置就一個號碼正確,位置就正確 上面這裡 這裡就是一個號碼正確,位置不正確 在這兩個之中,有一個是大家同位 上面說是位置和號碼正確 但是,這裡下面就說有一個正確 但是不正確,位置不正確 即是說,這個2又不正確 這個2又不正確 既然2不正確,這個6就正確 這裏就說有兩個號碼正確 但位置也不正確 咦,不是喔 位置也不正確 這個一個號碼正確 位置也不正確 咦,這裡有矛盾 兩個號碼正確 6,2個號碼正確 9,174就沒有一個號碼正確 這個14就沒有了 9,9一定是正確 但位置不正確,位置不正確 位置不正確,這裡 這個兩個號碼正確,位置也不正確 6在這裡 6不可以在這裡 這裡就是一個位置正確 6,5,5,5 這個兩個號碼正確,位置也不正確 9,9 喔,是 OK 我明白了 這個9是正確的 不過位置不正確 9是正確的 位置不正確 因為呢 而另一個正確是甚麼呢 只有一個號碼正確 所以2就一定不正確 2一定不正確 即是說 我們現在就是有 6 我們知道是位置正確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就是6 最後這個就是6 我剩下兩個數 這個6去了之後 這個6的位置也不正確 根據這裡說 兩個位置也不正確 即是說6不在這裡 我們已經知道6已經在這裡 所以這個6已經沒有意思了 變了9 就可以只剩下兩個選 頭兩個 既然9是不正確 所以9一定要在這裡 現在剩下一個號碼正確 位置不正確 那就是9、6 有一個正確 有一個正確的 位置不正確 這個5還是6 這個 對不起我先放大小小看看 6來的 6來的 即是說 6就去了 只有5和8 5和8 1個正確 位置不正確 哪個正確呢 如果5正確的話 只剩下一個位置不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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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認為答案就是9、8、6 因為這裡說一個數目正確 這兩個位置不正確 但位置不正確 但我只剩下一個位置不正確 只剩下一個位置不正確 所以就是8要填在那裡 好了 我們得到答案 不知道大家同不同意